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珍不太习惯这个后爹 一切都平淡而幸福 阿珍也很快生下可爱的小宝宝瑞奇 瑞奇就像个小天使一样 两夫妻非常爱她 为了照顾两个孩子 阿珍也辞职当起了全职妈妈 没钱总是很容易产生很多矛盾 阿强一个人养活一家四口实在是太累了 两人时不时的吵架 阿珍为了替家里分担一些还是去找工作了 两人就轮着照顾小孩 这天阿珍下班 看到瑞奇背上有很多红肿的伤痕 就忍不住发火了 老娘天天上班累死累活 怎么轮到你照顾一下 孩子就伤成这样了 阿强宝宝心里苦啊 那不也是我的儿子吗 我还能虐待他不成 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阿强干脆离开了这个家 这之后的一天 阿珍突然发现瑞奇的背上竟然长出了一对翅膀 原来自己错怪阿强了 母女俩没有嫌弃瑞奇 反而更加细心的照顾他 还特地为他量身定做了新的衣服 生怕一个不小心让他变成了哲义的天使 连去超市都带着他 这天在超市里他突然就飞了起来 所有小伙伴都静待了 所有媒体都成仙抢后的要报道他 阿强听说后担心他们就回家了 两人消除了误会立马就甜蜜蜜了 阿强提出要不带瑞奇去看医生吧 医生认真检查后表示这是一对有灵魂的翅膀 要是强行切掉瑞奇估计会当场去世 可这家外边狗仔天天蹲地儿呢 阿强只好提议 干脆把瑞奇公注意中吧 免得大家以讹传合 反而会制造各种谣言 两夫妻便在家门口简陋的开了一个记者发布会 来儿子给大伙飞一个 瑞奇也真的飞了起来 媒体都看傻了 疯狂的拍了一系列照片 而瑞奇也越飞越高 越飞越高 最后给飞没了 阿珍心里那个悔呀 从此在思念儿子中越来越抑郁 这天走到河里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就在水即将淹没他时 瑞奇又飞回来了 他脸上挂着纯洁无瑕的笑容 好像在安慰他 我好着呢 阿珍一阵哭泣 终于明白瑞奇是天使化身 迟早会回到天上 目送着他离去后 安心回归了家庭 小小珍也开始接受自己的后爹 瑞奇的出现或许就是为了让他们一家 懂得珍惜平凡但美好的生活吧 如果你是阿珍 你会不会让瑞奇出现在大众面前呢 不妨留言告诉我 最后都看到这儿了 请关注可爱的小笼巴吧 下期不见不散 下期不见不见 ud